大家好 我在这边看不到有没有人来啊 我觉得我声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 今天其实是 本来是想学点那个继续学金融的嘛 就是继续学那个随机分析 然后上一次讲到金融的部分 但是今天呢遇到了一个话题 我需要先讲一下 因为这个影响了我的心情 我觉得一定要讲一讲 然后才可以继续学 而且我今天忘带了上次那本金融学的教材 所以今天呢可能再学 分析方面呢不会花太多时间 可能就学一小会儿 有人来了我看到了 摸到了吧 Look 一个儿愣下来了 还以为今天没课了是吗 没有课这里我再重申一下这个不是课 这个是一场学习真人秀 今天我先讲点别的东西啊 开始夹带私货了 我今天不讲 就是我今天上来先不会学那些大家听不懂的东西 其实我也那些东西我也不懂了 就是会 ABB来了 ABB 上线了 我今天准备先夹带点私货 然后之后再学金融的东西 怎么 什么私货 今天讲加州大火 嗯 好的呀 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然后我实在是觉得忍不了 然后我就想讲讲加州大火这个事情 你也有忍不了的地方 对我真的是 哇塞 他真是有多糟糕 不是因为我这个题目里面其实写的挺清楚的了 就是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概括 就是加州大火这个事情呢 本来我是没怎么关注 因为其实各个地方的森林大火都是挺正常的自然现象 特别是像去年 是去年吧 澳大利亚的大火 对 然后加州其实每年都在烧 就一直有大火 特别是南加州 华州也是 华州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反正有一次也是 满天的那个灰啊 都不得了 你继续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是特别正常的一种自然现象 然后我的专业呢 大家也知道 呃 就是跟环境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我 就是 我在这方面稍微有一点点经验了 学过一点点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确实是学了一点点 我也亲历过几次 呃 叫做 这个中文怎么说 控制着火 还是叫什么 它又 控制着火 对可以叫控制着火 或者是控制着火 或者是控制着火 都可以 然后 嗯 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文章正好是讲到这个东西了 策略消除 或者是控管 控管消除 这个翻译好精准 这个能明确的反映出 它其中内部的含义 其实英文都没有反映出 这么多含义 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精准 相当的 我看那个 浪浪说 西思那边说的是纵火 这个是这两天比较流行的 一个阴谋乱 阴谋论了 其实在英文圈子 这个阴谋论一直都有 而且是在 已经流行了 大概几个星期了吧 我记得 所以 但是我今天突然就发现 这个事情 在政策层面上的问题 非常严重 以至于根本不需要 去想阴谋论 我今天头一次感受到了 班农的那句话 叫做 我记得这句话 对 就是说 没有什么影子正乎阴谋论 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或者说你根本不需要去想到这个层面 而是说这个事情 它就在你的 就贴在你脸上 就呼你一脸 就是这个东西 它根本没有 你根本不用去想阴谋论 这说 有人纵火 要把这个加州烧成这个样子 然后嘛 就是这个空气 插到这种地步 天天像末日一样 这个都是有人操控的 然后 Deep stay 正在这里面发挥作用 完全不用想到这个地方 我真的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尝试 因为这个control burn 我很小的时候 在不知道读哪本书 我就读到过 就是他们为了防止火势 就是蔓延的特别 就是out of control 他们会故意就是烧出一条那种 就是 就类似于已经烧好的一个 一条袋子 就怎么讲呢 a belt 就怎么形容呢 就是 就是这一片区域 我都已经把它烧好了 所以火到了这儿 不管是哪一边的火到了这儿 它自动就熄灭了 对 其实这个 你 最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说用燃料的方法去解释 就是 这个森林 它本身 它产生 它 生长的过程中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燃料 所谓的燃料 就是说 各种植被 树啊草啊 这都算燃料 它 在一定情况下就会燃烧 这个 这些燃料 它会逐年积累 因为它们一直在生长嘛 对 如果你把这点燃料 烧掉一些 那么 自然 这个火蔓延到这里 它就没有燃料 它就烧不起来了 对 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 在加州 我在没有看任何报道之前 就没有看任何分析文章之前 我就 凭我自己的 这个经验来讲 我就觉得 应该是加州的燃料过剩了 就是说 整个这个森林啊 或者有一些草原啊 它的燃料是过剩的 所以 为什么它频发森林大火呢 就是因为它燃料过剩 如果燃料不是那么过剩的话 它不至于频发 它只是偶发而已 所以加州 你看看德州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对 对 德州它是森林比较少 它是那个什么 所以就燃料没有那么充足吗 对 对 所以加州的燃料是过剩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 但是我没有去查具体的资料 到底它过剩到一个什么程度 才能引发这样的大火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因素是燃料过剩 有多少因素是它的气候 它的气象的问题 就比如说 今年气温过高 它今年过于干燥 它的风力过大之类的 对 所以我没有去查 然后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我就看到了它的过剩程度上 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了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去查加州 关于大火 它就是关于这个 那中文词叫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给它关了 等一下 控管烧除 策略烧除 你随便有哪个 策略烧除 这个比较好 我觉得策略烧除 这个比较好 烧除 哎呀这个 天哪 这个信息量好大 我把它发到这上面 所以你知道 这个我在很多年前听过一个讲座 就是讲这个加州大火的事情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不去灭火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加州着这么大火 它不去灭火呢 因为太贵了 这个火一旦着起来 你想把它灭掉 是非常困难的 这要花很多很多钱 才能灭掉 还有人 因为firefighter 当然美国这边 其实主要是靠直升机 南加州 在好莱坞地区 如果着了火 有可能会去灭 因为那边 好莱坞明星的豪宅 有些是惹不起的 惹不起 是的 但是有些地方 没有人的话 是一定不会去灭的 这个钱花不起的 这个太贵了 所以怎么 什么方法是比较好呢 就是提前的 有人看着的情况下 再把它烧掉 对 提前把一些东西烧掉 烧到什么程度呢 或者说烧成什么样子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大概 一般情况是烧成这个样子 所谓的checkerboard 就像国际象棋的棋盘一样 一般是这样烧 就是说 隔一块烧一块 然后这个烧完的地方 它就是黑色的 然后烧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继续长嘛 野果烧不进春风 春有风嘛 第二年它又继续长 它长完了以后呢 就把它旁边白色的部分烧掉 然后这个黑色 它就逐渐长成新的了 所以它一般是这样烧 这样的话 它是间隔开的 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对吧 明白了吧大家 明白 那学到了 我以前不知道森林也是这样烧的 但是我经历过的就是这种策略烧除 我经历过一两场吧 然后 我就是我在现场 我看着它们烧的 然后就是这么烧的 就是它一块 一整块地大概是一个mile乘以一个mile 哇那还蛮大的 那么大块的地方 它分成六块 但是它是三年一个轮回 这样烧 然后分成六块以后 它其实每次烧两块 然后三年一个轮换 就这样把它烧掉 所以它们就是这样计算的 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这么烧的 然后加州看来也是类似的方法 去这么烧 然后关键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篇文章里面 提到的一个数字 我看一下 这篇文章大家想去看 可以去看 这很长 我没有读完 但是我读到这个地方 就已经有点 很想给大家讲一讲了 叫做 它们知道如何防止这种大火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听 为什么没有人 听这些意见 然后有这么一段 我们知道 how to prevent mega-fire 学术界认为 每年加州需要 4.4 million and 11.8 million acres burned each year in prehistoric California 哇 就是说要烧这么多吗 30,000 acres a year between 1999 and 2017 that number dropped to an annual 13,000 acres the state passed a few new laws in 2018 designed to facilitate more intentional burning but fewer optimistic this alone will lead to significant change we live with the deathly backlog February 2020 nature sustainability published this tell of the consulant government we need to burn 20 million acres and acre and area about the size of main to restabilize in terms of fire 我的妈呀 有明白吧 就是 要烧掉 上百万 英亩的 这个森林 才有可能 就是说 真正把这个 让它这个 不烧起来 让它不把这个 就每年不着这么大的火 然而现在每年 这种策略 烧除 只有多少呢 13000 13000 acre 对啊 只有1万多 也就是说 其实跟预想的 就是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是差百倍的 差百倍的 这不着才怪呢 对不对 每年都在往家里 一桶一桶的 就是 放起油 对 然后 然后在这个 一桶一桶的往里装 完全不消耗 就是这样的 所以 就这种情况之下 我看了一下 加州 如果想 因为是这样的 加州很多土地 这些森林 应该是 不是私有的 嗯 我能不能读一个 你说 嗯 OK 就是 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一些研究人员 指出山火 有对其生态 及环境的功用 然后 山火对生态益处 认为山火 为植物的自然繁殖 的必要过程 为植物的繁殖 必要过程之一 最后 最后于1964年 通过荒野保护法案 并促使林业局管理 于1968年 修改火灾管理政策 确定 如山火 鼠是自然引发 且不会对 人民财产造成影响 则可允许 其自然燃烧 管理局 亦下令 可按情况 做策略 烧除 以恢复生态平衡 策略烧除 通常使用低火枪 以做引燃之用 低火枪会流出 一连串燃料 并将其点燃 低火枪 亦能安装于各种载具 甚至直升飞机上 这个低火枪 不就很像 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个 说是什么 故意烧 故意那个 那个啥的吗 哦 那你说阴谋论 那个 就是 这个 你刚才读的这些 是细节了 其实 我觉得大家了解个 大概就行 这是森林管理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就是他们是允许 允许烧山火 而且说就是 如果这个山火 是自然形成的 就不要去管它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而且美国的各州 都是这样的 而且你想烧 自己家地盘里的 那些植被的话 你只要简单地 上报一下就可以烧 而且他们会派人 过来帮你 嗯 就是申请一下 可以过来帮你 但是在 在加州 这个申请过程 我去查了一下 非常的复杂 然后关键是 你知道他们的原由 是什么吗 嗯 他们有很 很复杂的流程 我给 我看一下 啊 这种肯定不是说 哦 我今天要把我们这烧了 别人就让你烧 它肯定是有很严格的规划 或者是政策的制定 等等的 我猜了 不是 他们主要的原因是说 你的空气质量要保证 嗯 因为我们不想污染空气 我们不想制造 全球气候变化 不想让空 不想让气候变暖 然而现在大火已经着起来了 他们说什么呢 嗯 他们说这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 因为气候变化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了更多的极端的高温 所以引发了山火 然后我们去责怪气候变化 因为你们在 你们忽视了全球气候变暖 这个什么 具有科学依据的 具有铁证的事实 你们不相信科学 然后我们加州就开始着大火 然后 但是平时呢 我们想 我们尊重科学想去 提前着火的时候 我给你设置一堆一堆的政策障碍 说你污染空气 所以不能烧 因为你不能破坏气候 然后气候反过来 过来迫害你 这就是一个陷阱啊 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题目里面说的 这就是陷阱啊 你到底要怎么办呢 你怕污染空气 所以不能烧 它终究还是烧了 然后你说这个烧了 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 那到底要怎样呢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陷阱 所以根本就不用去 想进谋论的事情 这个政策本身制定出来 就是一个走不出来的死循环 谁这么损制定这种政策 然后给大家看 这个Gavin Newsom 这是加州的州长 这几天 他的这条视频非常的火 他这几天一直站在 森林的烟雾中 哇 发表讲话 说 看这题目啊 题目上写着 我看 详细的说 这个题目说的是 Newsom 这个加州州长说 气候的紧急状况 就是他 详尽的描述了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气候的紧急状况 在因为现在大火正在就是 这就是大火燃烧的时候 大火燃烧的时候 然后他讲了一下气候变化的急迫之处 好白痴啊 所以大火燃烧起来了以后 好像我们容易去怪罪的 就是容易陷入到阴谋论的那个圈套里面去 就会想 这个事情有人纵火 这个燃烧是不好的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是右派的人容易陷入的地方 然后左派的人就借此机会说 这是都是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错 其实根本不用想这些 这两个都是全套 真正的就是这个政策本身 明明白白的写着 就是一个死讯环 It's on your face 就是呼你一脸的一个政策 根本就是没有解法的一个政策 这个就是我终于明白了班农那句话呀 今天就加州的政策呼了我一脸 然后我有去查其他的文章 然后他们就是讲 就是加州的这个策略烧出 到底每年烧多少 他们烧的就是很少 就是几万而已 几万英亩而已 所以就是光烧可能都是不够的 现在需要一定程度的伐木 或者是需要生态上的一些 一些及时的策略吧 还有就是要放宽这个自己去就是个人去烧火的这个政策限度 要让人可以更轻松的去在比如说更湿润的时候去烧 风力非常小的时候 然后地面情况非常好 空气湿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去烧 这是最好的 然后有专人去烧 就是这些科学道理 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简单明确的研究透了已经 就是根本不是说加州这边科研不行 或者是加州这边做基础的这些人不行 而仅仅是在政策上就已经出了巨大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就看了这个文章 我就看了上百倍啊 就一直在积攒这个燃料 然后终于他着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大火的时候 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怪罪气候变化了 就是这样 说啥好了 对啊 对啊 就是让人非常的无语 这个政策本来就是一个陷阱政策 好吧 今天这个讲加州大火的部分就讲到这了 这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觉得 就是大家已经不用去看那个到底 无人机往下放火到底是真正的策略烧除呢 还是有人故意放火 根本不用想 加州政策本来就是个坑 去直接可以去责怪加州的政策制定者 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可以去责怪了 我觉得 就仅仅就这个政策而言 整个的政策回路是有问题的 好吧 然后 然后我们学会这个 学会数学了 哇塞 转弯有点快 大家准备好了 这是拉手闸的硬 硬飘移啊 这是 大家准备好了吗 没有 我们今天要干嘛 要讲啥 今天其实 因为我没带那本金融的书 所以讲不了太多 我今天 读书的时候 有人过来说 你读得好糟糕 我当时在场 然后 但是最后这人又回来了 我想说 是真爱 是真爱 他没有 他有没有说你 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不知道 我说你要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点 右上角的一个叉叉 然后 但我知道 我读的 就是有很多字 就是 因为它是繁体字嘛 我看着看着 我就不知道 这个字读什么了 然后就很多 有读错 或者不认识 真的是不认识的字 嗯 然后我就自己 每次就做一个 做一个小总结吧 比方说这个字 我当时看到 我整个人就傻眼 你看到了没 你放哪了 我放到油管 我还没看到 看到了 这是什么字啊 这个字读拥 完全不认识 简体字就是 并字头 下面一个用处的用 哦 对 这繁体字就更不认识了 对啊 然后我当时看到 我心想说 这是什么 然后这个字 我当时也不认识 我就想说这是啥 就是分 然后加一个耳朵 这个字你认识吗 不认识 这个字读冰 哦 有理的冰 哇 好吧 然后他又是竖牌版 繁体字 然后我读的时候 我很容易就读插行 你懂吗 我是一定不会读 竖牌版繁体字这种事情的 我上高中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的语文老师给了我 就是国文老师了 我的语文老师给了我一本 白仙勇先生的 游园精梦 数百版繁体字 然后看到我 我就想说 我不要看了 就是看还好吧 但是读太挑战了 我觉得你要 急使这样读出来 太可怕了 你读完了之后 你就感觉 人生达到了 另一个高峰 我看 我看了这个评论区 次的 YKK 大哥说他也不会念 有没有可能是 会不会与物种入侵有关 如果真的有很多 外来入侵种的话 其实情况会更好一点 因为如果要控制 外来入侵种 它们就有借口 可以去烧很多植物 因为要把外来入侵种烧毁 然后来防止 它们大面积的扩散 所以其实有外来入侵种 反而可以促进它们多少 但是现在可能没有 有外来入侵种的地方 其实往往会有更多的烧火的机会 因为其实我刚才看的那篇文章里面 有很多人是很想去烧火的 但是这个 它们就是推不动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着急 结果 如果它们有外来入侵种 这种情况的话 大面积蔓延的话 我觉得它们可能会申请去烧这些东西 然后反而容易批下来 但这是我的推测了 我不知道加州的情况 这就是我的推测 我感觉这个就跟比方说 昨天我们在那个直播的时候 亮亮说 他要找那个就是清理通风管道的人 这就跟这种清理通风管道是一个道理 就是房子也好 或者是你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像这种森林也好 它都需要maintenance 怎么讲 中文怎么讲 维护 维护 所以你如果维护的少 或者比方说你该清理这么多acre 但是你却清理了百分之一不到 那么当然你家就会乱七八糟 你就会生病 你家就会很乱 你看着就不舒服 你的因为你的这个通风管道 如果不清理的话 它会有一些小虫子啊 甚至有会有老鼠会爬进去 所以一定要清理 所以就感觉现在加州的这个 所有的政策就是制定的 哦你要清理 但是你要怎么清理呢 你必须要经过非常多的手续 而且你不能清理太多 那你不清理太多 你每次只清理一丢丢的话 没用 没卵用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事情是一种 怎么讲 就是积攒了很多燃料 就等着某一年 这个 来把大火 对 大家同归于尽 突然有一些变就是有一些极端高温啊 然后会遇上什么连续的没有降水 然后连续的高温或者是连续的就是风非常的干热这样的情况 那它就会着起来的 这个就是有这种概率的呀 对啊 在这种概率下你可以说它是气候变化 但是就算没有气候变化 它还是会烧的呀 你那么多燃料它不管怎么样它都会烧的 但是他们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说这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你知道这给我什么感觉吗 就是故意的 对啊 就是故意的 我就不让你好 我就故意处处限制你 让你让你 就感觉很中国这种做法 这不就是阴谋论胡你一脸吗 你不用想阴谋论 这就是明 就明着的呀 对啊 这不就是这样吗 只不过是大家都不去care这些 就因为谁会在乎森林是什么 我只在乎我们家 我只在乎我们这个社区是怎么样 谁会去看森林的这些条条框框规矩 就大家不去在乎的时候就真的 没有人 就他们就随便制定了 反正也没有人 起来反对或者是反对的声音太小 是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学 姐姐不要 不行这个节目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节目就是一场真人秀 就是烧脑真人秀 就是一起来学 因为我真的是不会 然后这个反向营销现在非常非常的成功 就是我又憋出来一个会的人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再来看 但是我今天他有说 说要想学会这个随机分析 要会两样东西 一个是测度论 另外一个是随机过程 然后如果这两个没有的话 就会根本学不动 然后我又 然后我会一半 我会哪一半 就是随机过程那一半 所以但是测度论我是没有学过的 我只是接触过很小的一点点 所以现在就很吃力 就是有学不动办学不动的感觉 跟自己较劲的小招姐 大家跟我一起来较劲啊 可是我很想放过自己 这个我今天 哎呀我想是不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 就我就看这一页就够了 我能把这一页稍微悟出来一点就行了 这是啥 自然 自然过滤 我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就瞎说了 那你要看该率论哪个 natural filtration 他给我的那个suggest 搜索是natural filtration pool 什么鬼 我们还是在那个theory of stochastic 对 他就没有其他的language 因为学到这份上了 其他语言已经不重要了 主要是数学语言 我好像垂个胸口 中文叫做自然滤波 这是滤波是吗 原来这是滤波 这次我见过很多遍 原来这是滤波 我是在百度文库里面看到的 微观经济数学基础第十章 随机过程 原来这个就是滤波 原来是某一任前男友啊 原来是他呀 来来来我把这个link 滤波害得我好惨 怎么样我一看就是前男友 记事感 听着听着调子哭得多惨 这个杀天刀的滤波 把我害得好惨啊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这个词其实就是在各种地方都会扫到 但我确实没有用过 没有研究过 这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讲出你的故事来 我跟滤波其实只是一面之人 哦 在图书馆之下来什么的 然后两个人就眉来眼去好上了 结果接触了一阵 发现尺寸不对 他的滤网太大了 你看 这个滤网这句话太逗了 滤波是关于那些 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它是可以记录过去一些行为的过程 在每一个时间 你都可以记录过去一些行为的过程 这不就是时间胶囊吗 有那么点意思 但是我具体的就还要看数学定义 我感觉你知道这个给我感觉是啥 就我读完了这一段 它说 我就突然感觉这不就是那个啥 就是 forecast 就是那个中文叫啥 天气预报 对 但它没有预报 就是它只是记录过去啊 但就我一看到这个记录过去 就感觉很像天气预报 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记录吗 我也不知道 不要问我为什么 对 你确实是 这个联想是对的 因为你要 想要记录 想要预测未来的话 是需要通过过去的记录啊 这个很正常的呀 要不其实如果没有过去的记录的话 你现在想做的任何的预报 其实都是猜 就好像 就好像就是 你怎么讲 我要说啥来着 你判 就法官要判一个案子的话 它很多情况都是根据各案例法来判的嘛 就是过去发生了类似 或者是同样的事情 当时是怎么判的 我要根据过去的这个记录 来判断现在的这个案子 这个英美习惯法 为什么大家都在笑我 笑你 什么时候笑你 我不是 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个尺寸不合 那难怪呀 你看你们这帮思想污浊的人类 你们才是火车司机 我的天啊 我看这种方程式 我都已经觉得 这是天书 而且它那个方程式 是一张图 哪个方程式啊 这是这个natural filtration的方程式 就是这张图 对对对 这个 对 你右击一下 你就看到它说 save image 我都超无语了 这数学超级不友好 哎 花轮同学的那个头像 是啥意思来着 还没换头 头像还行 就是那个像花轮同学的头发 这个嘛 这个嘛 对 哇塞 这里面真的 怎么会有这个字呢 free images 这个人真的有图 怎么会这样 我没懂 这里吧 他竟然也可以用这样的字 free images 哇塞 我真的不懂 他可以用这个词 什么 什么all pre-images 什么意思 我没懂 我也不懂 这个东西需要悟一会儿 我想想 这就是 是 Basic Object Measure Theory It consists of a set and a sigma algebra, which defines the subsets that will be measured. 哎呀,这个东西有点费劲了。 你研究懂了吗? 稍微有点明白了,稍微明白了一点点,我感觉这个爱是不是可以当作时间呢?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你去读书的时间。 爱是时间,爱是过程,爱是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 前几天亮亮推荐了我一部剧,叫做《The Half of It》。 然后看了半天我说,这怎么感觉好像是讲蕾丝编的事,然后就搜了一下,哎果真。 它就是讲女童。 然后我为什么要看那部剧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看《九品芝麻关》,然后里面的那个坏人叫做常威。 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The Half of It》的女主的爸爸是常威演的。 然后她是,她,怎么讲呢? 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就是她,这个女演员她,这个演员她本身就是中国人。 她是六个月大的时候是从上海领养的。 然后我们就说,哇,好不一样的人生啊。 嗯。 清幽说,哦,你说。 哦,不是,这种情况不是在美国还挺常见的,就是从中国领养小孩。 然后就是,我记得之前还有一则新闻就是说,从中国领养的一个小朋友, 她后来在这个奥林匹克体操上面,好像还得了冠军什么的。 哦,对。 嗯。 清幽说,我们就一坛老中药,就等药引子发。 你们是一坛老酸菜吧,还老中药呢。 松岛菜菜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这是谁啊? 我搜一下。 松岛菜菜子。 本名野口奈奈子。 哦,哦,她呀。 哦,她老公是返丁龙屎哦。 好吧,原来是她。 不好意思,我跑错直播间了。 对对对,GTO的女主。 小赵姐不说话,我就来陪你们说话。 我正在看,我感觉我稍微有点懂。 稍微有点懂。 就是有一点找不到感觉现在。 要不要给你唱首歌。 别别别。 彻底不懂。 好吧。 你快点,我都困了。 我直播多少时间呢? 43分钟。 你觉得今天我们能把这一张,这个页面搞清楚吗? 不能。 好吧。 所以你现在有啥感觉了吗? 你感觉来了吗? 稍微有点感觉了。 稍微有点感觉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我就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找到入口了吗? 你又要诱导我开车。 我什么都没说。 我得提前预防。 你现在太紧张了,你要放松。 我得先找到紧急出口。 出口通常都在后面。 你不能先出再进去吧? 你只能先进再出。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完全有序的。 怎么翻译的都是。 你懂的。 反正就是完全有序的, 然后当作标记用的这么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呢,在我们现在研究的东西。 是标记。 不好意思,打个叉。 是标记。 其实不用翻译出来。 就是时间就可以。 你知道时间就是这样的。 完全有序啊。 今天这第一分钟,第二分钟,第三分钟, 这都是完全有序的呀。 对吧? 这就是完全有序的。 然后它又是指标。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就像你说的这幅图里面。 这个大的X下面的这个下角标, 这个J, 其实就指的是1234, 是时间点的1234而已。 然后这个J, 这个竖线后面J, 这个属于I, 这个指标级嘛。 对吧? 这就懂了呀, 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J, 它是在下面, 是下角标, 然后它是属于这个指标级I。 这个指标级I, 其实你只要想把它想象成时间, 就非常好理解了。 你没听吗? 我就听到J, I, 指标级少了。 OK。 然后I, and thenI got lost。 你懂就行。 你不用管我。 话题少了 什么话题少了 要从头开始听啊 这个要想听加州大火的 大家倒回到前面听 后面的就可以不用听了 我以为他在唱歌 这有什么可能可以 不是啊 就那个《青城》嘛那首歌 哦不会 许美静的 然后陈一迅有翻唱过 它是一首粤语歌 但是我记错了 它是那首歌的歌词 是话题尽了 这歌好老 不唱了唱不上去了 这歌是一首粤语歌 你今天晚上吃啥了 我今天晚上吃啥了 我自己随便煮了点菜吃 然后喝米饭这样 很简单 我今天晚上吃啥了 我想一下 然后又让我没吃呢 没吃 这都几点了 我蘸的酱 我蘸了一点 就调了一点蘸汁 用沙茶酱 加生鸡蛋黄调的 超爱这个 我想起来我中午吃啥了 我中午又吃的sour dough bread 别说 不用说 我懂的 嗯 但是我还是没懂这个x 为什么它有上标负一呢 对啊为啥 负一代表啥 我不懂啊 这明明在这里面应该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它为什么能有上角标呢 index set 就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这能有负一 然后这个fi 然后这个fi x这个还可以 然后这个a是什么呀 a是 a属于这个大的sigma 这个sigma 这个sigma是 oh measurable subsets of s s这个ω是整个的 然后得到了一个s the s stopastic process ok subsets of s 哎呀,我还是糊里糊涂的 怎么办呢 Stay space as it's up in the real volume RM Interval是什么 Interval 这个就是区间的意思 哎呀,我觉得我还是乱乱的 现在 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能有一个X 那我们再赶回去看 它只有一个X 你何止有一个X 怕啥?你一定会懂的 我又回到了这里 这个曾经前几天看过的这个页面 绿宇波 哎呀,我的妈呀 绿宇波 我们凑够一个小时 凑不够一个小时,55分钟就结束了 再给我三分钟时间 我再看一会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给你的那个 微观经济学的百度文库 微观经济学 这竟然是微观经济学了 在哪里 在之前 好远好远 在清幽说BB 然后发笑脸的那个上面 我发现我复制不了在这 这一定要不让我复制 好吧,那我给你 我现在打开页面会比较困难 不过你可以试试 我试试从 我试试从 private chat里面 这个给你 这个Stream Yard里面 你有看到吗 诶,这个可以 好 我在想说是谁把这些翻译成了中文 我蛮佩服的 我的天哪 这还 哇,这个地方全都是我们最近讲的东西呢 对呀 嗯 下载文章 嗯 下载文章 我还真不一样 真不知道 有很多群是搜不到的吧 要有邀请链接的 不一定你想搜就能搜到 今天亮了 今天亮了还问我说 你有听昨天周历会的回放吗 我说我不敢听 哦,昨天好没说啥对吧 没说啥但是一听你就喝高了 怎么可能 就你一听就能听出来 你是不是喝了 真的假的 对,语气会不一样 真的假的 对呀 反正你刚开始 一开会的时候就听出来了 那时候你还只喝了一杯对吧 对 一杯就能听出来 两杯更明显 我自己是 一点都没感觉我喝醉了 嗯 你看,你看立日楼说 她那是喝美了 越来越多的数据 会被追加到这个信息集合之中 它会越来越丰富 这句话有点帮助 滤子 滤子或者是滤波 啊 Filtration并不是滤波 翻译出来 应该是 叫描述滤波 啥 叫描述滤波 好吧 然后 四位一体 哇塞 这东西竟然叫四位一体 非常 没虑过的概率空间 或者随机机 随机机 什么鬼 stochastic faces 是有机的机机 还是无机的机机 学数学真的是可以学到高潮 哈哈哈哈 可以定一个滤波就决定的 历史演化和 信息传播过程 啊 我好像 确实它这是有帮助的 这种描述性的话 就有帮助 但其实 但是如果数学性的语言 还是看英文那边比较好 但是它有一些 帮助你理解的话 还是有用的 对啊 嗯 林牧说 时时中立的 不是一边倒的电报群 嗯 我觉得你要搜的话 在 telegram上搜的话 可能 不太好搜 就是你可以在 推特上啊 搜一下 比如说政治 然后电报群 这么搜一下 然后自然 就有很多人 然后分享链接 你可以点进去加进去 这样 特别是群 其实不好搜 因为频道 比较好搜 频道很多是公开的群 往往不是的 一样是一种 一样是用条件数学期望定义的 随着运动形式 在观察上 观察中话 所以最近 不能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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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哦 我有点明白了 嗯 快说 因为他不断的追加信息 所以这个 确实这个集合 就是一步比一步大的 所以 所以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整个 在整个这个空间里 它的补给也要满足 这样 之后 一步一步的往里追加 才是 也满足这个条件的 所以其实 为什么用 Sigma Algebra 就是这个道理 它要定义的是一个补给的 运算过程 啊 增足 Sigma 增足 哎呀 我终于 有一点点 嗯 这个还是有用的 除了这一部分 还有嘛 就是 刚才你看到的 就滤波这一块 嗯 好的 行 那今天其实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已经有收获了 因为我们今天花了太多时间 讲加州大火 所以 今天就可以学到这了 你今天有啥 就是经验总结吗 经验总结 就是 我对于 这个 嗯 这个东西叫什么 它管它叫Sigma增足 我不懂 为什么叫Sigma增足 但是我至少明白的就是 这个东西 对于滤波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它要用 嗯 这种怎么说 补籍去定义 看一下 怎么解释 啊 哎 这个地方有解释 哎 微打正着了这个地方 这个-1 确实是反函数的意思 反函数 这个是反函数的意思 但是这个地方用的是 反 图像 所以这个地方 它用的是图像 但是这个-1的意思 也就是 反的意思 它并没有别的含义 就是 在数学里面这种上 上标的复义都是 inverse的意思 inverse 就是反的嘛 对 所以刚才那个复义就是这个意思 天呐 我觉得我们这个学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全靠猜呀 就是东偏西凑的突然发现了 就是这样 我有按到吧 有有有 好 稍微慢了一步 听到了开头 不好意思 哎呀 这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痛苦呢 这一部分就是测度论的意思 就是测度论的内容 就是今天那个高人告诉我 不是说测度论 测度论这哪三个字啊 测就是检测的测 测那的测 度是度量的度 测度论 其实就是这个 measurable 这就是测度的意思 好像那个测度论是measurement theory 就是这么一个词 测度论 然后就是因为测度论这一块没学过 然后就很吃力 所以我要先补一点测度论才可以学明白是吗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我的天哪 哇塞 你这视频水的可以 水的有水平 我们前面半个小时讲 加入大火 后半个小时讲 就是不太会的测度论 下水 是什么绿波吗不是 绿波 但是你没学明白啊 就是一只半截了感觉 行 Microsoft says its TikTok buyout offer was rejected 对 对啊 Oracle 甲骨文 怎么还牵扯上甲骨文 你刚才没听群里 我做briefing是不是 没有 我被我打开道了 我没有 我好像听了 但是我 你懂的学渣通常就是做耳朵进 要耳朵出 好吧 这是我刚才在 对了 林沐妮有没有加我们的 那个 什么 telegram的频道 我刚才有做briefing 哦 我看到了 我还有配图呢 嗯 图我看到了 但是 对你只看图 视觉动物 视觉动物 真的是 你就知道抖音又出大新闻了 然后别的不记得了 我就看到那张图 就是有一个人站在那个tiktok门口 然后说哦 然后完全没有看字 啊 我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吧 视觉动物 确实视觉动物 严控 真的是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了 好了 明天见了 好的 明天见了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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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